假設再回到一年前 一樣的預算一樣考量一樣使用 這台好像還比零力貴 對啊貴兩萬 貴兩萬的情況之下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Toyote Time S嗎 不會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我們今天來到嘉義的中正大學附近 我們阿明哥 大家好 阿明哥他是老闆人 這個在做生意都需要一些貨車的需求 商用車 我們最近就是好多網友私訊我 上次就是因為我們有在網路上 分享了有一台Toyota的Time S Time S 它的這個地方好像會滲水進去 它的車頭這邊會滲水進去 所以就很多人私訊我 他們最近想要買一台Time S 不管是相車 相行車 或者是貨車版本 問我意見 我沒有買這個車 我怎麼能夠給你意見呢 所以今天呢 我們特別來到嘉義這個地方 跟阿明哥請教 他買這個車也是新的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阿明哥應該不是只有我們Toyota 這台Time S這個貨車 應該擁有過很多台貨車 我剛開始我開了十幾個 Suzuki的Carrie 1.3 Carrie Suzuki也有 1.3的 對 他還有零利 零利 大概市場上 還有以前還有一台叫好幫手 福特的 那個已經沒有賣了 但是市場上最主流應該就是 Toyota跟中華 這兩個品牌的車子最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車頭 其實它的車頭看起來蠻簡單 蠻簡約的也不錯看 外觀這樣看下來是還蠻OK的 然後頭燈的部分 是長這樣子 LED的頭燈 過筆不錯 Toyota的logo在這裡 只掛這個Toyota 這台車就貴了幾萬 這個很有價值 大家認Toyota就買車 也不知道它好或不好 之前我們講的就是說 這個地方這個板子會滲水進去 它從這個縫有沒有 這個縫這麼大 這裡面是沒有引擎沒錯 但是它裡面有一些風扇 這個可以開來看是不是 它這有點像引擎室打開來看一下 它這個縫你看這麼大 這個大概有兩迷你的縫隙 它是直接到這邊 水是一直滴滴滴 會滴到什麼地方 它下面有馬達 然後有一些電機的接頭 會直接一直滴在那裡 這樣就一直滴一直滴會怕不 會怕有了以後它那個接線 如果它裡面線秀導的話 那個冷卻風扇它如果不會動 而且它又沒有水溫表 又沒水溫表 對如果是我們其實我比較會怕未來的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沒有水溫表 但是別台車有嗎 有啊 林立也有 林立有水溫表 水溫沒有水溫表 我怎麼知道現在它有沒有抓溫度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在紅天的時候 就不會有了 好沒關係 我們再等一下好好來分享一下 然後因為它這商用車 所以它的輪子剛好就是在椅子 這個正前方 就是等於是你的腳 右腳或者是左腳這裡 它這個車高好像 再往上再堆上去 所以它這個貨斗是後面才有裝的 是不是 對 所以買這種商車 商用車的好處就是 它後面是你可以自己看 你要改成冷 像你這個是改成冷凍 冷凍車 冷凍車 然後車台 好像我大概了解一下 因為你那邊也有一台林立 那好像比前面這個林立 再稍微寬一點點對不對 大概它的寬度大概多了10公分 多了10公分 那對於你們這個載貨的 會多載很多嗎 其實我覺得後車廂差異性不是很大 後車廂差異性不是很大 只有80公分而已 差10公分 其實差異性不是很大 就是說 我們在人在乘坐空間的話 它的開闊感會比較好 開闊感會比較好 開闊感會比較好 然後我看你說這個貨斗 那它也是Toyota你去買的時候 它幫你做客製嗎 還是 沒有我是在外面自己訂做的 他原廠沒有就這個 可是他原廠那個 他的規定很死 他就是說 他只能他的東西 他的套件而已 他的東西 他的套件 像我們想要自己加裝 像譬如說上面的那個定位燈 這個 他不要幫你裝 他不要幫你裝 對 然後我像我這個車廂的門 我兩邊都有開 對面 對面也有開 那邊也有開 冷凍色 它只有一邊而已 它只有一邊 所以它只是 它就是給你很標準的規格就對了 你要額外專家了 它都不行 會不會因為Toyota第一次賣這種商用車 因為你這個要配備 要真的是要有經驗 會不會問這些東西比較不熟悉 問他們 問他們大概 問一種不懂三種 問一種問題 反饋三種不懂 這樣 其實我覺得定位燈也蠻重 因為你這個看起來 你看我我身高這樣 這個高度大概是2米2 2米2 所以如果說這個沒有這個定位燈 在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也很難去判斷說 它的高度會不會就卡到這個門 對 像我 因為我這個上面 我也是有加那個方向燈 也有方向燈 所以我在打方向燈 它其實後面很明顯 它可能就看得到 我們的車子的動向 它其實是安全考量 安全考量 對 它就是說 它沒辦法配合 沒有辦法配合 還有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是我們原廠 它有原廠的規範 所以它的這個 比如說車廂也好 我們在原廠那邊 它不能改的原因 是因為它品質比較好 或者是它比較屬於安全上面的疑慮 沒有啊 在社團那邊 原廠的 他們自己的車體展做的比外面的還爛 怎樣爛 外面很多啊 像那個 我有在社團剛看到 就是像有人做那個油壓升降機的有沒有 對 這邊會 對 噴漆的時候去噴到那個方向燈呢 這個地方噴 烤漆的時候去跑 噴到那個方向燈也沒處理 你說的是原廠 原廠啊 真的假的原廠 在TMS的社團上面就去找 找那個鐵物 還有這樣子 都找得到啊 對啊 就是還有看到說 那個升降板 好像會去卡到排氣管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說那個倒過來的 升降板會去卡到這個 對 太扯了吧 對啊 它不是也賣了這麼久了 賣得很好耶 賣幾萬台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沒有做那個所以我不知道 你這個是自己去外面自己找的廠商自己做 對 然後它目前這個規格是1.5升自然進氣 再加那個手排 自排 自排的 這一次是買自排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來 這個會閃的 這個是你自己後面買淘寶的嗎 不是買那個他們那個東部汽車的那個套件 原廠的 對對對 所以它原廠的東西 這是跟業務買的 有這個套件 對 好像進來它的車是 這個地方有這個整塊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跟中部汽車買的那個套件 可是這個不太好用 不好用 因為它這個會掉下來 對 剛剛聽阿民哥講說 它這個腳好像也會卡到 要不要示範一下 好像它的 正常我們進來的話 因為我們如果是這樣直接腳往前伸 對 可是它就是裡面會多了一個折角在裡面 它這個有一個內凹的空間 就等於說它理論上 這裡如果是這樣子切平 往這邊縮五公分應該會比較好放 腳會比較好放 但是因為它這個盾往外擴五公分 裡面是內凹五公分 那就變成你的腳要往內這樣子 如果是零力的話 它是整個是弧形的比較順 比較順 所以你坐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對 腳步空間會比較順一點 冷氣也差不多這樣會涼就對了 對 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看看是不是跟網路上講的有類似 那我們就 Let's go 對 回來了回來了回來了 這真的有老闆的感覺 我開了以後我就覺得我好像要賺錢了 開這個出去就是要賺錢 每一趟出去就是把錢帶回來 這個感覺 我們講發財車了 撐起台灣這種經濟的 算是紅雪球了 就是把所有的貨物啊 或者是商業啊 帶到全台灣各地 上山下海的 NICE 你說你有買過Suzuki 也有買過林立 也有買過Toyota 當時林立 Suzuki為什麼沒有繼續考慮 要選擇換Toyota 那時候 這一台TonX出來的時候有去看 看了以後 就是靜泰那時候輕泰乘坐的 感覺它的開闊度比林立好很多 因為它寬10公分是不是 差不多10公分 所以你覺得它這樣子整個視野感是比較好 寬度也比較好一些 但是你有就是需要載兩個人的需求嗎 沒有啊 雖然我們一個人 可是就感覺不會那麼疊去 這個看起來比較寬廣 裡面比較不會那麼的封閉 所以進去的人就買了 買了以後等了很久才來嗎 還是很快就叫做 大概一個月吧 一個月 買來了以後 買來以後 因為你要改裝嘛 那你又花了多少時間去做改裝 改裝等了兩個半月 光改裝就等了兩個半月 因為要溝通 要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它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但是原廠 那太多了整季 也不能開動 也不能幫你裝燈 然後品質又說很暗會生鏽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在外面等了兩個多久 終於投入實際上的使用 到現在大概多久的時間 實際交車是去年的二月初 二月初 那到現在已經用了一年多 差不多一年 一個月 一個月左右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用起來有沒有什麼優點可以評價 優點就是我說的 比較開闊 這比較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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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它也有配一些TSS的設備 有配什麼 我這台是買那個TSS就對了 它就是有自動煞車 還有車道的偏移警示 逼逼叫 就是壓到現在逼逼叫 可是我們好像林立好像也有 新的好像也有 對新的好像也有 所以這好像沒什麼了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有比較寬闊的視野 然後比較寬的車體 就是純座是比較寬 但是載貨沒有多多少 其實我的感受是還好而已 還好 沒有增加 真的可以增加很多 沒有多多少 沒有多多少 當然還有就是它的 我覺得它的飲料價的設計的地方 也覺得還不錯 對不錯 因為如果跟林立比 林立它也是一樣是在中間這裡 這邊有一個 奶茶如果是夏天的話 紅茶冰的會變溫的 但是這邊有冷氣吹風 對 當初也是有看到它設計這個 其中某一些點 某一些點 但是那個不是可以買 那個來掛著 然後一樣是可以放嗎 好像有這個配件 OK 好 還有其他優點嗎 嗯 好像想不出來 沒關係 接下來講一下 這個實際的體驗的感覺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開 因為我之前有去開過A190 A180的 剛上市的時候 我就開過 我記得在開的時候 就是它在爬坡的時候 力道比較 我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比較有力 但是這台我剛剛在踩的時候 比如說停紅燈停下來 它起步 它感覺比較動工 比較笨 這是事實 有這個感覺 因為我原本都是開1.3的 所以我1.5會買自排 因為就是有心理預期說 1.5的可能就是會比較沒力 自排會比較沒力 所以我開起來感受 跟我之前開的1.3的是差不多 1.3的動力跟1.5差不多 那零力如果1.5的話 那就更有力了 應該比1.3 理論上 對 因為零力1.5我沒有開過 所以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 我不能評論 但網路上有人在討論這個事嗎 是有人說過 有人說過 零力比較有力 對 它比動力的話 就是感受比較差 比例差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這樣開 它的轉速很容易拉很高 這會不會造成它油耗 也不是這麼的好 如果以Toyota來說 它油耗算差 算差 因為它的油耗的公告 自排的話 它1公升是15.2 那不錯啊 公告15.2 如果是我平常我在用 真實的油耗 我平常我在用 常態性 常態性1公升大概是8.7到9.3 差太多了 還是你都載很重的東西 沒有我之前的車子 也是差不多是這樣 十字坦那一台 那時候這樣再載 1公升平均也有跑10 更舊的車子 十字坦那多久以前的車 17年前 你跑了50萬公里的車子 結果還可以跑10 這台新的 我看里程數才跑 24524公里 才跑2萬多公里 一年 然後油耗就比它差 1比8 如果這樣比較的車的話 它沒有比較省油 它沒有比較省油 就是它宣稱15、16 結果才8 這個差太多了 大概差不多 我後來算起來 大概差不多打6折 打6折 這個水分也太高了吧 怎麼會這樣子 油耗差不多打6折 打6折 那就是剛剛除了什麼漏水 後來沒有辦法處理 它原廠不處理 不處理 它覺得那個不會影響 它認為不影響 因為我跟他講 我們這種車子 商用車通常不會放在車庫裡面 都是放在外面 露天的地方 這樣 你這個長期這樣一直 難道那個街頭 它不會氧化嗎 我怕以後 那個街頭 那個冷卻風扇的街頭 那個秀斗 沒有 冷卻風扇沒有作用 對啊 而且 這樣後來而已 有可能 煙燦就走我們島 然後就是 後面這個貨斗 在做客製化的時候 它的彈性比較差 對 它不是彈性 它應該是沒彈性 沒彈性 不只沒彈性 依照它規定那樣而已 不只沒彈性 好像它那個品質也很慢 在社團上看好像也不是很 還好你在外面做 然後好像你剛剛又提到說 業務員也是問一個問題 然後反而會回饋三個問題 一問三不知 他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 它在這一塊算是新手 所以對於老闆們的需求 也不是這麼熟悉 可能是因為這些問題 然後剛剛又講油耗也不是說很好 聽起來這台 就除了這個視野比較開闊以外 到底還有什麼優點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跟零力比起來 它比較安靜 它比較安靜 引擎的部分 車廂 在我們在行進的時候 隔音的部分 它的寧靜度比零力還好 比零力還好一點 對 所以這些就是你一年來的 使用的心得 什麼其他 真的想不到什麼其他優點 想不到其他優點 想不到這台車的優點 那這就是買車過財的優缺點 剛剛聽了我們阿民哥分享 這車子的買車過財的優缺點分享 找不到其他的優點 這也蠻有趣的 這Toyota每個人對它的印象形象都很好 然後又省油又耐潮 這台怎麼這樣 顛覆你的想像 不太像Toyota 顛覆你的想像 我們最終還是要來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阿民哥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 因為太多人問我 因為我沒有在拍商用車 比較少拍 所以今天還好有認識你 不然我也不知道誰來分享這個 所以你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一年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緒 這台好像還比零利貴 對啊貴兩萬 貴兩萬 好 在貴兩萬的情況之下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Toyota 10 S嗎 不會 稍微窄一點 然後 隔音稍微差一點 可能我還是會去選擇 我們今天感謝阿民哥的分享 如果你也是開我們一些商用車的好朋友 也可以來跟我們私訊一下 第一則留言 又我有聯絡方式 一起來分享的買車真心話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感謝阿民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你喜歡 對 有人 我們 我們 今天 還是 我們